树上开的什么花 一个果包里一粒 这个枕头特别好 长得特别美 摇树摇出多少钱 你晃它不就掉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摇钱树啊 满山真林 财富几多 这样的话栽上的树 相当于是 种植了这样的一个绿色的银行 我们村的大枕子呢 个大而且皮薄 营养非常丰富 口感很甘甜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进吉林永吉 分享收获的喜悦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吉林市永吉县 北大福镇的草庙村 对 好 第二个 开策拉机的 是我们村里有名的 高达老江 对对对 下沟长 为啥叫你沟长啊 因为这套沟都被我栽上树了 被我管理 这个沟就东北啊 它有好多山啊 对 就这大山啊 叫沟 对 我们 整个这个全被你栽了吗 对啊 因为我们这个叫桶子沟 因为在底下方一来像嘴桶似的 到顶上 往顶上上面的叫南铁门 到顶了 所以它叫桶子沟 好 这个地方叫桶子沟 它是桶子沟的沟长 对 那你在这高绿到底种的是什么呀 那先不能告诉你 高绿的人就知道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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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卖个桶子沟 但是我们得给大家透露一点 你种的这个东西 跟大家有没有关系啊 当然有了 过年了过几了 回家差不多都少不了的东西 非常有营养 非常有好严价值 过年过节家也少不了 对 有营养 还好吃的东西 对对对 咱们必须一定做拖拉机对吧 对呀 因为这一关水的路 啥车都能走 多钱走不了了 这就是拖拉机 我们做拖拉机啊 是因为我们要往这儿走啊 这还要开多久啊 大约十五分钟 还得开十五分钟啊 果然是能做拖拉机 进入茂密的林地 您能看出我们到底要收获什么吗 看这个能 哎呦呦 掉下来了 哎呦 手透了吗 不掉下来 手透 大家看看能看出来吗 就看着跟那个花瓣一样 对 单纯的看看这个有点像那个佛手 你说像佛手 因为我们的 我们老农都把它形成像小孩的脚丫子 我给你单拿出来一个 你看看像不像一个小孩的脚丫 看看像不像小脚丫 特别像是不是 噢 它们这个小脚丫 一说就觉得特别可爱 对对对 那这个小孩脚丫 到底哪部分是咱要采的果实 下面这个是吗 在里边 你看这个针子特别好 长得特别美 你看 针子 特别美这个针子 你看 针子 看这个能想象到吗 这个是针子 满树的 你看这 对 我头顶上这个更多一些 我头顶上这些 你看 这个 这边多一些 全都是针子 它一个里边是有好几粒是吗 一个果包里一粒 但是一朵就好几个 你看这个 这不就是 哇 那一切 这一串 这个四个 这个三个 这个三个 这俩 一碗根里就少 如果再有的话就是一个了 我第一次见 这个针子 在树上居然是这个样子 针子被称为世界四大坚果之一 炒制后的针子口感脆香 营养丰富 针子原产于中国 尤其盛产于我国的东北地区 通常花期在四月份前后 果期在九月份左右 到了收获季 漫山遍野的针子怎么收 老江跟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词 晃 你让我给你晃一下啊 你晃它不就掉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摇线树啊 这个很生动啊 摇线树真的是摇下来的 嗯 我也摇一个 我也摇一个 给你留一个 咱家还挺疼的 这个 来 这个啊 摇线树啊 祝你发大财 摇一摇针子落 可别小看这摇的动作 摇针子树 那是一个专门的工种 这是专门负责 摇摇针树的大哥 这个让您来负责 是不是摇这个树也有窍门啊 这个树就是用力摇就行 摇到就可以 你告诉我抓哪一个比较好 抓这个 抓这个 你帮我拿下这个是吗 好 我也好好地跟专业师傅学一下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对 摇吧 这挺有劲 挺有劲 好 摇完了吗 行 可以啊 忙我再摇 你还要再摇一遍 摇得不顺底是吧 挺有的 你没有它有劲 一定要有劲 对 劲大猛摇 专门负责摇针子树的大哥 一天要摇六七百颗 只有这个速度才能满足每天工人的采收 你看我们原本是跟着老江看它林子里 走着走着我看怎么跪这儿了 等于是这片是林子是已经采完了 对 然后呢它发现工人有漏掉的 直接拿着帽子开始盛 这是一点都不能浪费 看到就不能浪费 这一个是三分钱呢 一个三分钱 那我也找找三分钱 你就找不着 我就能找着 看去 这三分钱 压着都是 确实因为这个量特别大 所以难免它没有漏掉的 对 我这一划了你看 二十个就有了吧 一块钱没到手了 看我前面是筋豆子 筋豆子 满地都是啊 满地都是 嗯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拖垃圾眼看着就装满了 我给你整个给你尝尝好不好吃 嗯 我这牙口还可以 哈哈 你直接咬给我 给我这样 嗯 这个啊 就是这个生的就可以直接吃啊 特别香 原汁原味的嘛这是 咱一般大家吃的肯定是那个炒之后的嘛 对对对对 对吧 这是生的哈 对 哎 甜似似的 对啊 哎 你们在家里吃的那个甜吗 它这个生的是很甜的是吧 你们永远吃不到这么新鲜的 你看这个老教说话还永远 我这不就吃着了吧 对 你要不然你先吃着吗 老婆又甜 嗯 哎真挺好吃的又特别甜 你再给我自己再刻一个行吗 你那牙口能刻到吗 行 试试哈 这个真大 它们叫110是吧 对 这个大哈 好 可以 这个永远吃不到的 既然吃到了就多吃一个 你尝尝这个 这个它俩还不是一样品的 这个310 嗯 哎 我觉得生吃比那个炒熟了好吃 好吃的多 嗯 咱们吃不了这个生的 想吃哈 到吉林来 尝这个 哎呀 菜 哎 好 肥好嫩 哎呦 天 这山太陡了是吧 没事 起来不待会吃 嗯 这个 这个就是像那个 鲜花生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刚刚从这里刨出来那个 挺嫩的那个 对 香甜脆脆的那个花生 嗯 哎呀 真的挺好吃的 哎 老江是村里第一个种榛子的人 说到怎么会敢为人仙 老江告诉我们 其实他当初是跟风 2015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榛榕园的林总 白总 上午那边投资了一千多万 他种上了榛子 我一看他那么有钱都种榛子了 我就摘了这块地 哦 三十亩地 这是最早的那一块 最早这块地三十亩地 三十亩地 那是15年开始 15年对 15年到现在 八年时间了 这三十亩地 给你带来多少钱了 头三年没有收 没有效益 最近这几年 一年能达到六万块钱吧 完了我又流转了二百多亩 就是在17年的 1617的时候又带了二百 现在总共面积大约三百亩左右 认准了的事情 老江是一点也不含糊 拥有三百亩真子林 让他成为村子里响当当的真子大户 今年他收入五六十万元没有问题 其实草庙子村的变化 我们还可以通过几张图了解一下 十年时间小苗长成大树 荒地变为森林 这片土地是整个北大湖镇的第一片真子林 打造它的是白玉红 林喜双夫妇 他们正是当初带动江志民种植真子的人 2014年的春天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正值国家清收还林 我和我先生都是学林学的 在北华大学读农业推广硕士的时候 就考虑怎么样去做一件事情 是符合我们的专业发展方向 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就考察了 这个大果真子这个产业 这个是以野生的平真为母本 欧真为副本杂交的这个品种 这是我们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品种 说起真子 白玉红的自豪异于言表 2014年通过半年考察 他们在永吉县北大湖镇 建起了平欧大果真子示范基地 这为当地老百姓的还林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针子呢只要它那个根不死 它一直会蒙涅出来很多枝条 这样的话栽上的树相当于是 种植了这样的一个绿色的银行 那对于这种水土保护 其实是挺有帮助的 对呀 这个针子呢是浅根系的 匍匐状 就是它全部的那个根呢都是横着长的 在这个地面哈 其实咱们没挖开 挖开整个的这个地面 已经都被这个针子的根覆盖了 所以说固土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如果仔细看 会发现这里的针子大小不同 形状有别 这个达尾做主栽品种 我们栽三排 完了旁边配一排这个玉均 完了之后 这边再配一排这个110做受粉树 是这样的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就保证产量和质量 那现在的话我们一亩 特别像那种已经长了十年的了 它的产量能大到多少 产量的话呢是在500斤左右 那现在咱们整个北大湖镇 可能已经扩展到多少亩了 我们北大湖镇现在就是有一万亩左右 全省的范围内带动栽植了两万六千亩 这叫金林省 对 然后呢我们给全省的针农做培训 其实我们培训的都有两万人次 针子是一花受粉 也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相互受粉 是不是很奇妙 这就意味着在同一块地里 有三个品种的针子 因为针子要先摇下树 再从地上收 所以村民采收的难度可想而知 大姐 我看您这个装备是最专业的 年年收是不是 今天头一年 头一年你装备 您能不能先停一停 让我们看您这全省的这个武装 给我们介绍介绍 都有哪个用处这样打扮 哪个用处啊 一看就是大姐是个爱干净的人 爱干净的人一定要穿上这个围裙 嗯啊 这皮油垫吧 多少能搭点 就怎么着做的时候 做的时候能搭点 差点泪 差点泪 嗯 这还弄了几个塑料袋 这柜子 哦 这么柜子 嗯 省这么个裤子嘛 在说湿 嗯 在地里湿 很潮湿哈 很湿 一天要干几个小时啊 哎呀几个小时 早上五点到晚上五点 那十个小时呗 嗯 大部分时间就是要么坐着要么 那不是早上五点到晚上五点 中间能休息一会儿吧 就吃个饭 哦 就忙就吃个饭 哦 嗯 没时间 要不活赶不开啊 哦 这个这个爱干净的人哈 他想着就是怎么样保护保护裤子 是不是啊 你还想干活 你要不保护好造完了 你再下次怎么干活 嗯 是 还想多干两年呢 那个问一下您是多大年纪啊 今年六十七 哎呀买都六十七了 嗯 六十七 身体还真是不错 身体还行 啊 那第一天体验就是累 好几车 就累 我说这比茶羊还累 真的我做点亲身体验 啊啊好 就比茶羊还累 嗯 行 就慢慢地收哈 没事 村民采收针子 通常每天的收入在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不等 整个采收即忙活二十多天 能收入三千元左右 采收的新鲜针子经过脱包 晾 风选 人工挑选等多道工序后 才能进入炒制阶段 炒针子用的东西 居然只有两样 现在放的是什么呀 沙子 沙子 我再放白砂糖 白砂糖啊 白砂糖是把这个外壳都磨掉 磨的灰都磨掉 刚才我在看锅里 他们一直炒着炒 其实锅里只有针子 沙子 白糖 对对对 就是在那种东西 对就是在那种东西 一锅咱们要炒多少啊 一锅炒三百斤 三百斤 一天能炒十几锅 泰尼这次有三台机器 对 红柿炒得超过一万 一万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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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炒出来生的和熟的区别了 这是生的 这是熟的 这上面其实有色灰 但是我们摸不出来对吧 对 你看 你看 我这样摸的话你看下不来 还要靠这个白糖和沙子 把它给注下来 再给它磨掉 磨掉之后整个颜色就很深了 好 榛子炒制看似简单 但控制火候非常关键 负责炒制的居然是白玉红的最佳搭档 也就是她的爱人 跟她一起学龄出身硕士毕业的林喜霜 好 现在摸着还有那个热热这个温度的 这是刚出锅的 真的是刚刚炒出来的这个榛子 可以尝一尝 刚出锅的这个榛子的 尝尝这个刚出锅的这个什么样的味道 香 甜 甜 就是以香甜口为主的 从树上采收到咱们吃到嘴里 肯定是不到半年的时间 存放的时间短 然后这个香气保留的时间就短就更好 所以说再加上就是低温存放 更有利于就是这个保持这个口感 就是本来我们培育的这种 国产这种品种 对 就是口感你吃生的 它都是那种脆脆的香甜感觉的 香甜的这个感觉 然后你真正买的时候 它也是说我们本身有这个地缘优势 对吧 对 就是我们的国产 能保证到现炒现卖 对 当年的 所以就是炒完之后 真的是那个品次回味 有回味 对吧 龙头企业引领 种植大户带动 草庙子村 种植榛子的村民越来越多 随着产量增加 如何把榛子卖出好价钱 就成了当务之急 以前都是等着 等着别人来收 等着国贩子来给价 都是在坐等 什么时候咱们得主动出击 这是最重要 所以就是我先豁出去了 然后从来也没想过 我这个模样跟身材跟相貌 也能出去做个直播 做的直播 第一场就销售了500多单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突破 然后村民也很振奋 就觉得这个事行 好像可以 一点点的村民逐渐就向我们靠拢了 然后我也并不代表我一个人 因为我代表整个村板子 我就希望能更多人能进来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到直播领办合作社 就应运而上了 第一批就有148户入社 村民的信任 让马小涵感到了莫大的责任 所以收货计 他会挨个到社员家里了解情况 好 你好 三哥 这三哥 江三哥 江三哥 这是今天刚刚这个脱包的 刚到 刚打完的 我听这个马书记说 您是最早一批加入合作社的 是 那当时可能好多人 还得持刮旺的态度呢 您怎么就下决心第一批加入了 包团新暖不发展快嘛 产量多 对 偷宽销售渠道 就是销售渠道吧 不能广 对吧 他想买吧 找不找咱们 有的咱们想卖呢 找不着银件 所以吧 就是缺少一个就是销售平台 预报名的 现在是 还没有正式的手续办里面 预报名的 他的销售你现在也管了 对对 预报名是管的 这个啊 张老师 是张老师 是老师吗 对对对 张老师 你好 你好 听说您今年打算进合作社了 打算进了 这观望了一年还是两年 一年多 嗯 观望一年多 怎么就下决心了 这有组织 这力量大呀 咱们自己卖的时候 这大个的好卖 小个的就不好卖了 就没人要了 人没人要 而且价钱压得非常低 到合作社呢 那就不一样了 大的有大的价 小的有小的价 有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给搭建销售平台 村民们的信心更足了 这不 马小韩刚收到一个订单 立马召集社员忙活起来 现在有一个客户的 想要生食的 这批大概是五千斤左右 五千斤大概 一袋是一斤五千袋 那现在这两三年 这整个的 现在这个消除渠道怎么样 拖宽的还行 不光是炒熟的 然后还有这个榛子糖 还有榛子煎饼 然后也找一些代价工作的 这个榛子巧克力 这也就陆续在接洽合作当中 今年咱们整个合作社的产量 能多少 合作社的产量现在 能有几十万斤 六十万斤吧 还刚刚开始 压力不小 有压力就有动力嘛 就是我们顶着头往前走 这是信心很足啊 我们货好 针子好 各大比较饱满 又比较聚 而且不仅我们这一家是这样 我们这里户户都是这样 咱们既然是这个住村 第一数据代言 对 那你就对着我们这个摄像机 给来观众 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村的大果榛子 好 大家好 我是草庙村的 住村第一书记马晓涵 我们草庙村的三面浑山 漫山边也都是大榛子 我们村的大榛子呢 个大 而且皮薄 营养非常丰富 口感很甘甜 欢迎到我们草庙村来采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庙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庙村